大家好,欢迎来到富人思维,我是阿哲。 你有抽烟吗? 你是否曾经想戒烟,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无法成功戒除呢? 或者你认为抽烟是一种享受,不曾产生过任何戒烟的念头? 今天要介绍的 一千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这本书 作者亚伦卡尔曾经是抽了33年的老烟枪 从他决定要戒烟的那一刻起 他从每天一百根烟,变成一根豆布抽 如今他的戒烟中心遍布全球38个国家 出版书籍热销世界900万册 成功帮助超过一千万人摆脱烟影 这套轻松戒烟法,不需要坚强的意志力 不会产生痛苦,不用任何辅助手段或替代品 而且立即见效 如果你也正面临烟影的困扰 这部影片将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使用这方法的成功戒烟率高达90% 相信你也可以做到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抽烟者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 回到染上烟影之前 你还会抽烟吗? 他的回答必然是 绝对不会 所有抽烟的人都知道 抽烟并不是一件好事 抽烟者第一次抽烟的年龄 大多都是在青少年时期 一开始觉得抽烟是一种成熟 充满男人味的行为 只有成年人才能享受的乐趣 而当我们成年后 却又后悔莫及 总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重蹈自己复彻 那到底为什么还要继续抽烟? 为什么戒烟如此困难呢? 有人说 戒烟的难处在于戒断症状 其实 尼古丁的戒断症状非常轻 大约三个星期就能完全摆脱 但是 绝大多数的抽烟者一辈子都意识不到 自己有尼古丁上瘾的问题 有人说抽烟是一种享受 他们凑了 抽烟的人自己并不喜欢烟味 随便找个抽烟者问问 假如手边只有他不喜欢的牌子 他会不会拿来抽? 如果别无选择 他们甚至会把抽过的烟屁股点来抽 许多人认为抽烟可以排浅无聊 这也是一种错觉 无聊是一种精神状态 香烟可没有任何有趣之处 也有很多人抽烟的理由是 抽烟可以放松 可以增加信心 解除焦虑情绪 事实上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尼古丁上瘾 产生压力 神经紧张是尼古丁上瘾的阶段症状 抽烟时补充了体内尼古丁浓度 消除了阶段症状 才会让人产生放松 享受的错觉 换句话说 你只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再拿盆冷水来浸泡 就像抽烟会舒缓阶段症状一样 而戒除烟影才是保持愉悦放松状态最好的方法 尼古丁是一种代谢奇快的毒品 抽烟后半小时 血液里的尼古丁含量就会下降一半 再过半个小时就会下降到四分之一 每抽完一根烟 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就会迅速下降 很快就会引起戒断症状 这就是大部分抽烟者每天都要抽一包烟的原因 绝大多数抽烟者对毒品都充满恐惧 却不知道尼古丁就是一种毒品 幸运的是 尼古丁比其他毒品更容易戒掉 不过你得先接受自己染上毒瘾的事实 尼古丁戒断并不会导致生理上的疼痛 唯一的症状是心理上的空虚感 似乎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所以许多抽烟者才认为 抽烟是为了让手上有点事做 也就是排解这种空虚感 如果这种感觉长期累积 就会导致抽烟者神经紧张 缺乏安全感 容易激动 自信心和自制力下降 这种感觉其实是身体对尼古丁的饥渴 点燃香烟后的七秒钟之内 抽烟者就会得到新的尼古丁供应 于是空虚感消失 他们误以为抽烟能带给他们放松和自信的感觉 殊不知这些感觉正是被尼古丁戒断症状所剥夺 抽烟只是暂时满足毒瘾 疏解症状而已 洗脑是导致戒烟困难的最主要因素 广告商、媒体、电视电影 把抽烟塑造成信心和勇气的来源 死刑犯在处死之前 最后遗愿通常都是抽一根烟 在大多数的战争片中 受伤的人也会得到一根香烟 这样的信息无形中对我们的潜意识造成洗脑 告诉我们香烟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能让我们放松 给我们信心和勇气 直到现在 好莱坞的电影依然充斥着抽烟的角色 虽然电视上禁止播放香烟广告 但荧光幕前的明星们却各个都在吞云吐雾 仿佛稀松平常 洗脑带来的结果就是抽烟者把戒烟视为一种牺牲 他们认为一旦戒烟 就是放弃享受 失去放松的管道 实际上 你完全没什么好放弃的 相反的 透过戒烟 你不仅可以远离毒瘾 还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省下更多的钱 因此 不要用放弃的字眼来形容戒烟 而是以停止 杜绝 或者更准确地说 从抽烟的陷阱中逃脱 戒烟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 一旦你戒掉烟影 拒绝洗脑 你就再也不会想要 或需要抽烟了 抽烟不会提高生活品质 只会摧毁我们的生活 在禁止抽烟的场所 许多抽烟的人会借口上厕所 偷偷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抽烟 他们之所以抽烟 并不是因为享受这份感觉 而是因为毒瘾乏作 不抽烟的话就会非常痛苦 导致他们被烟引给奴役者 抽烟者的可怜之处在于 即使正在抽烟 他们也无法体会 非抽烟者的感觉 自信 平静及自由 非抽烟者无时无刻 都在享受生活 不会在禁烟的场所心烦意乱 坐立难安 为什么意志力戒烟法容易失败 人们普遍认为戒烟是一件困难的事 其实 戒烟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如果你的目标是戒烟的话 那你只要停止抽烟就可以了 没有人会强迫你抽烟 而且抽烟并不是生存所必须的 只要你决定停止抽烟 又能有什么困难呢? 事实上 困难是抽烟者自己创造的 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意志力戒烟法 会让他们觉得戒烟是一种牺牲的方法 一旦停止抽烟 尼古丁阶段症状就会出现 让他们产生心理上的空虚感 想靠抽烟来疏解 却又没有烟 于是心情抑郁不振 抑郁了一段时间后 通常就会妥协 现在戒烟时机不对 等到生活没压力再说 然而 一旦没有压力 就失去戒烟的理由 直到下一次感到压力 他们永远觉得时机不对 因为随着烟瘾加重 压力就越来越大 尝试戒烟之前 你早已受到社会的洗脑 再加上对自己的洗脑 让你在潜意识里认为 放弃抽烟是一件很难的事 你感觉自己正面临一向不可能的任务 许多抽烟者在开始戒烟前 甚至会对身边的亲友说 我打算戒烟 接下来几个星期可能脾气会不太好 请你们忍耐 以这样的心态来尝试戒烟 还没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抽烟者的痛苦 与你古丁戒断症状并无关系 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的心态 你心中的犹豫和怀疑 因为你认定戒烟是一种牺牲 就会觉得生活仿佛缺少了什么 而这样的感觉就会造成压力 压力导致你想抽烟 但现在你正在戒烟 两者之间的矛盾又进一步增加压力 避智力戒烟法的困难还有一个 你不得不抱持等待的心态 你必须告诉自己 如果我能忍住不抽烟 时间过得够久 烟瘾就会消失 够久是多久 你完全没办法判断 只能等待 期盼有某件事情可以作为确认 让你知道戒烟确实成功了 但事实上 在你熄灭最后一根烟的那瞬间 戒烟就已经成功了 你所等待的 不过是戒烟再次失败的那一刻 你原本该把抽烟这件事彻底忘掉 然而你的心里却念念不忘 避智力戒烟法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戒烟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的洗脑 而不是生理上的毒瘾 即使你古丁上瘾的症状已经消失了很久 戒烟者仍然会在心理上渴望相烟 也许不少人可以用意志力戒烟法成功戒烟 但这样的方法不仅难度很大 失败率也很高 即使成功戒烟 戒烟者仍然没有摆脱社会的洗脑 还是认为抽烟并不是完全没好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戒烟多年以后 某些人仍然会再度抽烟 至于减量戒烟法只是拉长戒断症状的时间 从一小时抽一根变成四小时抽一根 结果只会让你觉得更享受每一根香烟 其他时候都是在等待舒缓烟瘾痛苦的那一刻到来 越意识到自己在忍耐 被剥夺 只会增加你的痛苦 抽的烟越少 戒断症状就越严重 对你古丁的渴望就越迫切 让你以为香烟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戒烟会剥夺你生活的乐趣 如果真心想戒烟 放下最后一根烟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戒烟并不会放弃任何享受 不会让你失去任何东西 戒烟不是牺牲 而是夺回人生控制权 不再被体内的尼古丁怪兽给控制 不抽烟的你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 才能感到完全的放松 才能真正自由 如果你正面临烟瘾的困扰 想要下定决心彻底的戒烟 把这本书找来看看 也许 下一个成功戒烟的就是你 好了 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吗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如果今天的内容有任何一句话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订阅按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想要支持这个频道 欢迎使用超级感谢功能 让这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 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